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极少有人在意他的存在 昌福是一位圆滑石骨的男人 他从事着罪恶的勾当 但是内心还是有信仰的 试图在信仰中寻找救赎 他还不停督促太人皈依 以求得内心的安宁 一天在帮助某头目处理完一具尸体后 他们被迫接受了一项任务 那就是照顾一位被绑架的人质 直到绑匪顺利取得赎金 绑匪把人质安全地放在某一个地方 太人和昌福前去带回人质 在一间堆满玩具的公寓里 他们见到了要看管的人 一个戴着兔子面具的小女孩 直到这个时候 他俩才弄清楚 这个绑架案的来龙去脉 女孩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商人 绑匪本来是盯上他的儿子 却阴差阳错地把女儿绑了过来 因为众男轻女 女孩的父亲一直不愿意交纳赎金 这一局面反而使得绑匪们不知所措了 大家继续交涉协商 期间女孩必须转移到一个隐蔽的地方 于是 太人和昌福收到了这项任务 昌福提议把女孩藏在太人家 住所隐蔽适合藏匿人治 太人只能接受这个提议 昌福用卡车送太人和小女孩回家 女孩的名字叫做出喜 和往常一样 太人在村口的公交车站下车 然后骑着自行车回家 出喜乖巧地爬上她的后座 路上她向一位老奶奶求助 但是老奶奶岁数大了 没有领会她的意思 太人家无比简陋 一大堆衣服乱糟糟地堆在卧室里 出喜看到一个小女孩 从衣服堆里探出来身子 小女孩蓬头垢面 让着要吃饭 太人递给女孩一个回腿肠 随后门被锁上了 出喜走到女孩面前 问她的名字 女孩叫做文珠 出喜询问她屋子里有没有电话 文珠告诉她没有 她以为文珠也是被绑架来这里的 但是文珠称呼太人为哥哥 这样出喜大为意外 就在这时 太人进了房间 她示意女孩们睡觉 她躺下 用身体挡住了出门的通道 文珠攀爬到太人身上也睡了下来 一夜过去吧 刺眼的阳光叫醒了出喜 门外太人正在洗漱 从文珠口中 他们相依为命地住在这里 太人接到了新的任务 倡扶让她把卧室的门锁上 出门干活 但是文珠在家 门是不能上锁的 为了防止出喜逃跑 她只能把出喜带在身边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这里要处理的 正是委托他们照看孩子的 那位帮派头目的尸体 在新一轮帮派斗争中 这位先前飞扬跋扈的人物 瞬间失事 奄奄一息的她 自然无法妥善安排 那起自己策划的绑架案 后续的事宜 太人和倡扶也就更不知道 怎么处理这桩麻烦事了 于是 小女孩回家之路 顿时变得遥遥无期 倡扶骗她过几天 她的爸爸就会回来找她了 其实11岁的出喜知道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她坐在角落里 看着两位叔叔处理尸体 忙碌中太人不忘 刻意掩盖掉地上的血迹 她不想给这个 和自己妹妹差不多大的女孩 留下过重的心理阴影 聪明的出喜意识到 太人和倡扶并不是坏人 她极力配合着事情的发展 这支奇怪的作业小队 又多了一个新成员 尽管他们相处得越来越和谐 但太人和倡扶 还是要把出喜送走 他们找到了 先前和他们街头的绑匪 绑匪开出了自己的架马 2500万韩元的酬劳 他们已经完成了绑架任务 后面索取赎金的活 就让太人和倡扶来完成好了 倡扶表示 这期绑架案与自己无关 他要把出喜送走 不料绑匪却说 送回来要付2500万酬劳 谈判现有僵局 这个时候绑匪提议 协助帮助他们完成勒索 一边他们继续向出喜父母索要赎金 另一边他们联系了一位人犯 在索要赎金未果后 果断卖出孩子换取利益 太人和倡扶梅的选 只好接受这个计划 晚上回到家 太人让出喜写一封信 信中以出喜的语气 向自己父亲索要两亿赎金 写信的时候 他耐心解释着 文竹那些有些幼稚的疑问 他还刻意地在太人面前 表现出乖巧懂事的一面 太人对他的怜爱又多了几分 信被送到了绑匪处 计划有条不本地进行着 太人和往常一样 带着饭回家 文竹急不可耐地要打开盒饭 这个时候 出喜阻止了他 他示意要有礼貌 要等哥哥忙好了一起吃饭 在等待的过程中 他教文竹叠衣服 等待太人再次回房间 整个房间患然一新 先前杂乱无比的房间 变得井井有条 衣服被整齐叠好 放在角落里 桌上放着没有打开的盒饭 连妹妹文竹不得体地说话习惯 都被出喜纠正了过来 三人终于开始吃了晚餐 气氛显得异常的微妙 夜里 出喜开始了自己的逃跑计划 他想偷偷拿走太人的手机 打电话求救 可是却被太人发现了 情急之下 他谎称自己要上厕所 可室外一片阴森 他需要太人陪他去 太人站在厕所外 为了给出喜安全感 他一直拍着手 示意自己没有离开 又是一天过去 勒索性还是没有回应 这个小小的三人之家 却看起来越加的越和谐温险 天气晴朗的时候 他们在门口洗衣服 他们泼水打闹 妹妹脏兮兮的头发也洗干净了 太人依旧会在出去干活的时候 带上出喜 出喜会用树枝 把地上的血迹 化成花朵的形状 偶尔仓夫会来看望他们 给他带糖果 雪糕 还有一台拍利德 这本来是用来拍摄 夹在勒索性中的出喜尽照 他们顺便拍下了一张欢乐的合影 出喜的父亲 已经打算支付赎金了 绑匪要求仓夫去接收赎金 昌夫根本是不愿意的 但是已至此 也只能同意前往 他把绑匪们的计划 告诉了太人 第二天中午12点前 如果交易成功 他会打电话给太人 如果太人没有接到电话 那就意味着交易失败了 太人需要立刻把出席 送到附近的一个人贩子处 第二天 昌夫来到了交易地点 他心情极度紧张 这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远远的 他看到了直径街头的眼 他一路跟随 顺利取到了一包赎金 他想离开现场 但是周围的人 却一个个面目可疑 昌夫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中 他一路躲藏 心神不宁 慌乱中脚下踩空 跌下了楼梯 头部重重摔到地上 血流如注 他试图起身继续行走 终究因为伤势过重 不省人事了 他背着装满赎金的包 坐在台阶上 已经停止了呼吸 台阶上贴着教会的宣传条幅 梦想之旅 平安地向着天堂 与此同时 太人正在焦急地等着电话 12点过去了10分钟 太人不得不实施了那个备选计划 他用自行车载着出席 来到了一个叫做和平花园的地方 几个孩子被关到这里 男主人忙碌着 给小孩子洗澡 打电话联系买主 与主人准备好酒水和饮料 把他们混在一起 引诱孩子们喝下 能让他们快速安静下来 电话里一番讨价还价后 出席被留了下来 男主示意太人离开 他起身 与出席四目相对时 他的眼神里 近是歉意 出席已经清楚自己的处境 回到家 文朱热切地寻找姐姐的身影 太人失魂落魄地坐着 头上挂着西装 引起他的忠意 这套西装 就是他从那位死去的 黑帮头目上扒下来的 在这间不大的屋子里 堆满了衣服 有多少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拿回来的呢 但这套西装 一定是独特的 他被细心地洗刷过 整整齐齐地挂在屋里 太人似乎把他 视作文明体面的象征 这些都是他无法接近的特质 他看到了这套西装 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穿上西装 踩着自行车 追上了一辆汽车 开车的正是那位人贩子 这辆车的车身上 写着希望幼儿园的字样 车里几个等待交易的孩子 正在昏昏欲睡 太人费了很大力气 钻进汽车里 一通纠缠 他把司机赶出了驾驶室 带着孩子们逃走了 他把汽车停到了居民区 单独带走了出席 出席身体出现不适的情况 他一直呕吐 于是 太人去帮他买药 此时已经是傍晚 发现门没有上锁的出席 提出要和文猪玩捉迷藏 来到室外 他决定逃跑 他钻进了田野里 趁着田野小路找到主路 一个罪汉 骑着自行车经过 他向罪汉求救 让罪汉带自己去警察局 罪汉露出奇怪的笑容 声称自己就是警察 便要求带出席回家 他一把抓住出席的手 出席顿时感觉不妙 转身赶忙逃跑 太人还在搜索着 终于在一片草丛里 他们遇到了 太人看着出席受伤的腿 一脸心疼的样子 出席主动地拉起太人的手 带他回家 有趣的是 那名罪汉果真是一名警察 凭着职业秀卷 他确认女孩正在遭到威胁 于是他叫来了韩警官 韩警官独自去寻找女孩的踪迹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太人家 太人在厕所里拍着手 显然出席在厕所里 紧接着 韩警官发现了太人的异样 他想去查看厕所 太人扑倒了他 两个人扭打在一起 出席一面转移文珠的注意力 一面观察局势 混乱中 太人拉倒了梯子 坠落的重物 砸到了韩警官 这个突发情况 吓到了太人 但出席却显得异常冷静 他拿来铁锹 威胁太人 用一层层薄薄的土 埋住了韩警官的身体 天亮了 因为太人救走了小女孩 绑匪来到村里 寻找太人的下落 这时 太人在出席的作业本上 看到了学校和班级的信息 他决定送出席回去 和家人团聚 绑匪在村口老婆婆的指引下 终于找到了太人家 等他们赶到时 太人已经带着出席离开了 绑匪在太人家里 只发现了小女孩文珠的身影 他们临走前 决定把文珠带走 就在他们即将到手的时候 不远处的地面上伸出了一只手 原来韩警官并没有断气 绑匪救出这个被埋的人 却发现他身着警官制服 两个绑匪落荒而逃 太人带着出席去了学校 他走进校门 出席远远的 看到了自己的老师 他叫着老师的名字想跑过去 太人紧紧地抓着他的手 他试图挣脱开 太人似乎不愿意放手 他急切恼怒地甩掉太人的手 跑远了 老师拥抱着出席 询问出席那个男是谁 出席告诉老师 那就是带走我的人 老师起身呐喊 示意大家抓住这个诱拐犯 太人看到情况不妙 转身跑开了 太人一路奔跑 他喘着气 表情扭曲 他来到一个岔路口 一边是宽阔的马路 一边是通往乡村的小道 他犹豫了一会儿 追赶他的人已经消失不见了 但他似乎还是被追赶着 永远被追赶着 他脱下了西装 走上那条小路 他踩过肮脏的积水 穿过阴暗的桥洞 头也不回地走向田野 一复复闪回的画面 太人 仓服 出喜 闻珠 再嘻嘻打闹 欢笑声在暮色中久久回到 一张合影摆放在了户外的桌子上 四人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无声是一部令人心碎的电影 两个生活在阴暗泥潭的男人 试图完成自身的救赎 等待他们的却是 死亡和残忍的背叛 这部电影在视听风格上 和燃烧很接近 包括演员刘亚人 为了这部电影 也是尊重三十斤 可以看出 不管是演员还是导演 都是把最好的表演风格 和演员设计展现给了我们 影片延续了近些年韩国电影 对于现实社会的深入思考 除了贫富差距巨大 黑恶势力猖獗 固化的阶级语气 和自我实现之路艰难等 影片还侧面反映了 家庭教育这个层面 剧中出席接受的是最好的教育 但是在这个名利看重的社会 重男轻女的社会文化中 她的人格显得有些异常 这就使她的聪明体面 成为了更危险的伪装 影片在展示 这个女孩的形象过程的时候 用面具来展现出来 这个面具精确无比 在高度道德文化的现代社会 以西装为代表的装饰物 人人都想着向上流社会靠近 企图来得到 更多人的尊重和敬畏 从而来得到更大的权利和利益 但是在这更加残酷的现实社会 生活在底层的人们 还是不断地被淘汰和引起 人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自我救赎 和尽力攀爬的社会中 直到生命结束 本期电影无声 就为大家解析到这儿 我是市长 我们下期见